這間就是一房單位 基本上入門有小圓框位 轉進來就是一個比較方性的大廳 基本上小小的樓底比較高 看出去就是一片大玻璃 還有一個海景 這裡就看到廣島東最豪宅的屋苑海船 轉過來就會看到一個L型的廚房 基本上層架有曬 上面還有些儲物櫃 OK好用的 一房大致上桌面都不夠 但是居然用明火的 很特別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浴室 浴室就相當麗麗 然後這裡就有雪櫃 還有一個蒸焗爐 這邊就主延房 不少人房基本上都很光整 放完床又看著海景睡覺 這裡還有發展商送的大衣櫃 基本上都夠用的 市區方便上車有海景 鐵路站走應該是韓文鐵路的黃埔 都是很成熟的社區 這裡最大問題就是前面有些舊樓 右手邊有一個第二世界的人 這間就是兩房一個飛機廳 但是這裡就沒有露台 整面下地坡 最特別就看到余一和朗煙峰 這裡直望就下浩方 再打側一點就向西邊的青馬亞橋景 整個客飯廳就比較方正 廚房就L型的 挺好的 還有雪櫃、家電全部陷入色 都挺美的 牌子就用Palmira那些 都挺高級的 這邊就是一個浴室 浴室就小小的 但那屋小口夠用的 這邊就是一間小的房間 比較長型一點 都是一個落地玻璃 望的景觀都很康 前面就是舊樓 有機會重建 轉過來這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比剛才的房間更大 都是樓底特別高 後面就有一個衣櫃位 整個衣櫃位就做了L型 其實很大和很深 基本上可以放很多衣服 躲在人身上 這間就有兩房園天台 我們進來就順著這邊 走一條短一點的走路 然後有個全身鏡 這裡就是一下子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齊全用湯 這邊就應該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一個套房設計 除了玻璃看到海景之外 浴室這邊也有一個海景 還有一個窗 麻雀西西五藏區 順著這邊走出來 這個位置可以簡單做一個鞋櫃 然後直入就是一個半長型的廳 然後一個L型的存房 櫃面是OK的 然後有電池爐和明房爐都有 這個揭開就有些儲存架 用起來都頗方便 最後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都是看著海景 其實頗舒服的 還有一個大的衣櫃 還有一個消毒櫃 穿完衣服放進去幫忙 給你燒一燒動 這個也是一個高級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 樓底上有兩部冷氣 有點浪費 不過它都是為了你生活比較安好 這裡就還有一個拖門 拖完之後整個下飯廳 和室外的路途位 就可以連接在一起 看出去就是海景 這個海景比較煞食 因為看到彎就在那邊 代表你將來會磨到燕花 而這扇門就是一個樓梯底 可以放一些雜物 然後還有一個按鈕 那樓梯就不用怕了 然後向上走就有天台 那天台也挺可怕的 不過那座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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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有桌子 可以方便給你BBQ 和水龍塔 方便洗東西 看出去就是港島東到港島西都看到 這邊直望就是煙花景 像這個景觀就挺驚訝的 在九龍區你要看到這樣的景 都說過沙漫的 但這裡居然看到 挺驚訝的 像這些單位 在現時發現箱就一手放尾 有機會開現樓賣 那你覺得它賣多少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 拜拜